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敌人的士气等级一共有三个级别可以调整 对应的 我们的战场级别初始等级就试试 二试 三试 我们来看一下 以战场级别三开始的话 第一层就有三试的士气等级 然后到了后面的层数 士气还会越来越高 算是一个难形式挑战吧 接下来看武器种类的调整 调整面还是很大的 除了两个付费武器 其他都有调整 特别是大刀戟枪毛棍张 多了一个属性畏缩 当我们发动攻击时 畏缩就启动了 平时不会畏缩的敌人 在收到攻击时也会畏缩啊 来看一下 注意白色的爆表 我们通过普通攻击 能够给它上了个畏缩的爆 接下来我们的普通攻击武器 都能对甘宁造成硬制 这可太爽了 虽然这个爆表跳得很快 而且人形怪畏缩时会往后跳 但是只要对方保持畏缩动态 我们的攻击就能够产生硬制 很多情况下一次畏缩就可以直接带走Boss 接下来看枪 两项调整 总体性能又加强 棍杖原来必须打完一套后 长按可以进行飞机 现在可以在任意阶段进行飞机 还有大锤大幅的调整 攻击霸体情况下还受到伤害减少 而且在攻击动作开始瞬间承受敌人攻击 则不会承受任何伤害 而且玩家造成的伤害量会增加 哇 真是非常棒 来看一下实际效果 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发攻击 就会产生一个类似于画镜的效果 这个手感也和画镜的手感差不多 并且增伤也有明显提高 这里是实战视频 你们可以自己再测试一下 看看增伤效果究竟如何 接下来是一些更加细微的调整 我这里就不再写毒了 反正也没啥费解之处 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么注意这里 调低士气级别 低于自身16级以上敌人 造成的体力与属性伤害 同行中的武将变更为坠落后体力不会减少 再也不用担心武将高处摔落或是落水了 物品设定 自动分解 铁匠布这些条目的内容 各位都要细看 我这里就不逐条去读了 调高了使用龙玉之弧恢复的体力量 绝技天马行空变更为几可以施展 视频怪异的内单终于可以掉落了 特殊效果实际级别低下室 减轻负伤可以镶嵌出来 这些都是很好的调整 很受玩杂欢迎的 看完调整部分的内容 接着来看修正的问题 首先修正了切换武器时 画面变暗且体力变为一的问题 这个在千里走单旗中经常出现 现在被修复了 然后修正了不少常见的问题 就故意依稀说了 接下来一个是大家肯定都关心的问题 聂铁高级词条和普通词条 重复添加的效果问题 本次更新生效以后 以持有的视频效果不会发生变化 这个修正保证了交换视频属性的稳定性 但也是有利有利 比如后面视频给你加了一个恩权 前面的视频你肯定就得换 剩下的更新内容 就是修复了很多千里走单旗中 遇到的各式各样问题 感兴趣的就看看吧 最后新版本两个问题的修正 那么本次更新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把卧龙1.210版本 千里走单旗的助龙炮刷Bus 的一些镜头 放在后面供各位欣赏 我觉得似终 助龙炮还是必备的配方 其效果是可以让附属武器造成的属性伤害 等量拷贝为炎属性伤害 由于目前有两个高级磁条 可以打上X功力和增伤 大大加强的属性武器 绝技 看看助龙套打四周末的Bus 实在是爽 大大加强的属性伤害 好了 本期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See you